歡迎大家來高雄玩 到時候我們會做好 高雄的觀光形象大使 帶大家一起玩兩天 1.A 進度前熱情力邀大家到港督觀光 韓國瑜北漂醉鎮女主持 李明璇和一路挺寒的麥克風手 搶搶棍大哥 為了韓國瑜就職典禮 一切準備就蓄 就職那天是12月25號 那剛好前一天就是 耶誕節平安夜 那個時候有非常多的 從外地來的一些朋友 他們會組好幾個團 來到高雄來玩 那我想說就是會 邀請強強棍大哥一起 那我們就一起跟他們 過一個很美好的一個平安夜 隔天就會一起參加就職典禮 那可能那兩天就好好 當一個高雄形象觀光大使 協助韓國瑜港督變天 選前李明璇和強強棍大哥 是韓國瑜最佳助選員 選後兩人更不遺餘力 充當起高雄觀光大使 要力推港督美食 市民啦 外地來 不然人家逛高雄市啦 繞一些小攤啦 吃吃高雄的美食啦 我還準備了就是有那個聖誕節的包裝的一些糖果 想說到時候可以送給從北部下來的好朋友們 進行策劃賣財狼接任高雄市長就職活動 李明璇的婚期也因此一言再言 明年一月中才要舉行 就是要專心打點活動力挺韓國瑜到底 就是現在所有的人應該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好好的監督政府 我們一起要讓高雄變更好 先給他一段時間 先把高雄治理的好 對 然後剩下的話 就是讓所有的人來去觀察這件事情 儘管外界立拱2020北科南韓正值雙引擎參選總統 但北高市長輔將上任 能不能拼出好政績才是當務之急 記者李孟昌 陳欣怡台北報導